股市今天盘旋走软 收盘时下跌84.62点 加卷指数为3889.14 从股票10月2号的最高峰到今天短短的7个交易日当中 暴跌了900多点 今天下午1点半钟开始 一群情绪激动的证券投资人聚集在南海路政管会门口抗议 认为政管会有干预股市的嫌疑 要求见主任委员沈柏林 到了两点钟左右 群众越聚越多 政管会主任秘书和抗议群众协调无效 部分群众索性坐在南海路静坐抗议 一度使得附近交通为之瘫痪 情势极为强 在警方出动的大批警力维护 和训练小组替来往车道开道之下 交通拥挤情况稍稍缓和 但是群众仍然坚持要见主任委员 这个时候 副主任委员张昌邦出面承诺 让群众派出100位代表上楼到会议室坐下来慢慢谈 3点20分 立法委员康宁祥率领将近200名抗议群众代表 在会议室中和张副主任委员进行沟通 证券投资人抗议的焦点在于要求提高融资比率 并且希望政府不要干预股市 场面几度相当火爆 到了下午4点半中 政管会主任委员沈柏林出面 做了恢复融资比率的重大说明 才稍微平息群众激动的情绪 我们从明天开始把融资比率恢复 就是提高不分之四 也就是说第一类股票恢复这个南城 第二类股票恢复为一城 第二类股票恢复